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南下主持杭州奥运会开幕式 9月20号到21号 已经现身浙江精华 绍兴 深入农村 商贸市场 陈列馆 文化园区等来进行调研 9月24号下午 习近平在反京途中 在山东书记林伍跟 省长周乃祥的陪同下 来到早庄市 专门查看石榴的产业 媒体也观察到 习近平一改以往国家领导人 单省份视察的做法 开创了一加一模式 如同这次从杭州反京途中 停留山东 并预计月底底金之后 将马不停蹄地召开政治局会议 香港星岛日报报导 最高领导人在国内考察 通常只去一审 习近平近年来开创了一加一模式 也就是考察某一审 顺便沿途也去另外一审某市 大多搭乘高铁专列 这样既便捷也有安全 去年夏天 他也是先到武汉的企业社区来调研 在南下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继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今年五月他搭乘专列前往陕西西安 主持中国中亚峰会途中 新系黄河流域生态跟文物保护工作 走下列车 先后考察山西运程博物馆跟运程盐湖 今年七月 他在成都出席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看幕式 并再次穿调研 根据新华社报导 他十分关心汉江流域历史文化传承 跟生态的保护 并在返京途中走下列车 来到陕西汉中市来考察 参观汉中市博物馆跟天汉师地公园 中共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在国内考察 陪同的中央领导人 通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这次浙江行中央书记处书记 公安部部长王小红也保驾护航 9月29号起将展开了中秋国庆八天的长假 按照惯例 政治局会议在月底举行 相信习近平返京之后 这两天将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拍板重大的事项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集团体之后 外界对于他是否会参加今年在美国旧金山 举行的APEC会议格外的关注 对此中共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26号也对此做出了回应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26号发布了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并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会 有媒体询问关于中方将有谁代表出席APEC会议时 王毅表示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从不缺席参与重要的多边论坛 关于出席APEC的安排事宜 他强调正在与各方保持沟通 会适时的正式公布消息 王毅指出 亚太金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 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组织 应该是促进合作的大舞台 而非挑起对抗的角斗场 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跟APEC重要的成员 中方愿意顺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为APEC的成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不过王毅也亦有所知地表示 期望美方能够意识到作为东道主的职责 展现应有的开放、公平跟包容的担当 为会议的顺利举行来创造更好的了解 他强调中方认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必须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 反对阵营对抗、反对强权政治 就必须要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跟地位 坚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关于习近平是否会出席APEC峰会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外界各有揣测 起初习近平并未出席今年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 这是他担任国家主席之后 首度缺席G20峰会 连带影响的外界预估其参加APEC的议院 可能充满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再加上外界普遍认为 王毅将会藉由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跟华府共商习近平之后访美事宜 但是中方却宣布该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 将更加深外界认为习近平不会出席APEC峰会的猜测 不过不久前9月16号到17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跟王毅在马尔他举行多轮的会晤 白宫跟中国外交部都表示 双方进行了坦诚实质性跟建设性的对话 这也让外界对于美中两国元首在APEC峰会外举办会晤又燃起了希望 巴基斯坦号称是中国的铁杆兄弟 但是现在却传出中巴关系可能会有第三国介入 日经亚洲25号报导 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部落姆12号访问瓜达尔港 跟当地的官员和海军西区司令会面 是2006年之后再由美国官员正式到访 而美巴罕见的外交互动也引发了外界的揣测 报导指出美国驻伊斯兰城大使馆对部落姆的访问行程表示 部落姆大使此行也了解到 关于港口运作以及瓜达尔作为区域转运中心 并连接该国最大出口市场美国的潜力 巴基斯坦外交事务部代表则避重就轻地说 巴国已向欢迎外国贵宾跟外交官员来访问瓜达尔 亲自见证瓜达尔的潜力 以及瓜达尔在区域繁荣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不过学者却认为事情没有这么单纯 综合媒体引述日经新闻指出 中国大量投资瓜达尔港建设并且负资营运 是500亿美元中巴经济走廊计划的核心设施之一 然而近期中巴关系为妙 包括了8月中 中国工程师车队遭到埋伏突袭 以及中国对欠缺资金的巴基斯坦 延迟支付中巴经济走廊计划内的发电厂款项 感到沮丧 据了解巴基斯坦还想要跟北京协商 将中巴经济走廊规模最大建设 一号铁路干线计划的经费 从9.9亿美元降到6.6亿美元 因此瓜达尔乡村社群发展委员会主席索拉比认为 巴基斯坦或许是在暗示与美国在瓜达尔合作 借此来施压北京 换取中巴经济走廊计划的某种让步 自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汉 2022年遭到国会罢免之后 新政府表态要寻求修补跟美国的关系 但是也传出巴基斯坦考虑 是否摆脱中间立场导向中国 华盛顿制库威尔逊中心 南亚研究所所长库格曼指出 巴基斯坦似乎有意寻求 跟华盛顿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避免将鸡蛋全部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 如果从美中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 部落母的访问或许是巴基斯坦 用来消除华府疑虑的策略 中国与欧盟交流回温 近来展开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欧盟代表出发前来势汹汹 针对中国缺乏公平竞争环境 跟商业环境政治化等议题大肆的抱怨 而经济陷入困境的中国 也一改之前的高姿态 主动提议愿意扩大进口 来换取欧盟取消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 综合媒体报道 欧盟执委会副主席 贸易执委东部洛夫斯基斯 23号展开对中国的四天访问 25号他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和立峰会面时 东部洛夫斯基斯提到 欧盟商会的报告显示 商业信心是多年来的最低点 欧盟在华企业对越来越多的商业环境问题感到担忧 严格的安全法律跟一个更加政治化的商业环境 让欧洲公司很难了解他们的义务 并且质疑他们在中国的未来 东部洛夫斯基斯特别提到 一个旨在对抗外国制裁的对外关系新法律 以及反间谍法最近的更新 是欧盟商业社会的巨大关切 因为法条的模糊不清 留下太多的解读空间 这意味着欧洲公司努力 很难明白他们的履行义务 这个因素极大的降低了商业信心 阻止在中国的新投资 中国外交部对此曾经表示 中国会保护个人的合法权利跟利益 并强调中国不是风险的来源 而是防范跟缓解风险的坚定力量 对此东部洛夫斯基斯认为 欧洲在中国的商业面临到日增挑战意味着 过去几十年来 很多人看到的双云关系 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之内变成双输的关系 而透明跟开放才是欧盟跟中国之间 贸易紧张时的长期制胜战略 此外 东部洛夫斯基斯 还批评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 他说这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形象 不光是对欧洲消费者 对商业毅然 中国在乌克兰冲突当中寻求中立立场 同时在俄罗斯的国际孤立加深时 向莫斯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交跟金融生命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月访问了莫斯科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下个月访问中国 对此 东部洛夫斯基斯说 领土的完整一直是中国国际外交的重要原则 俄罗斯战争公然地违背了这个原则 所以这让欧洲很难理解中国对俄罗斯 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因为他违背了中国自己的根本原则 对于这些问题 东部洛夫斯基斯在北京清华大学 发表演讲时说到 欧洲跟中国的经济联系很深 但是中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来帮助降低欧盟的风险认知 而中国方面 何立峰25号会见东部洛夫斯基斯时 也再度地重申 北京对欧盟发起针对中国电动车调查的强烈不满 他希望欧盟方面能够谨慎地应对这个议题 继续维持自由开放的市场 此外 他也罕见地递出橄榄枝表示 中国愿意扩大从欧盟进口 但是也希望欧盟取消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限制 但是东部洛夫斯基斯表示 双方同意就经济议题恢复定期的交流 讨论宏观经济议题 重启经济跟金融对话和宏观经济对话 对此将是重要的 此外 中国跟欧盟双方同意 继续讨论可能建立的中欧原材料供应链透明机制 双方也将成立一个金融监管工作组 双方认同彼此应该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跟协商 共同地处理国际粮食 跟能源危机等全球的挑战 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对于东部洛夫斯基斯的访华行 中央社也观察到 他上周末先后于上海外滩金融峰会 跟北京清华大学演讲 直指中国造成不公平竞争 将经商环境政治化 不透明对乌二战争立场影响中国形象声誉 还警告不要让过去双赢的关系变成双输等等 有趣的是 他的北京清大演讲被安排在 经济管理学院一间有传统分笔黑板的小教室 座位相当的少 即便如同中国对待外国真要演说的惯例 听众都经过筛选 但显然中方不想让太多刺耳的话 被自己的人给听到 不过欧盟这位斯文的拉托维亚及副主席 也不是省有的灯 他在前述记者会发言结束前 呼应何立峰开场说道 欧中双方拥护国际多编辑之时 特别举例要积极参与像是G团体峰会等 这一首免礼争也赐了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首次缺席G团体峰会的国际关注事件 对于这场经贸对话 美国军也指出 纵观来说 欧盟一方面将中国视为重要的交易伙伴 同时也是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维持跟中国的经贸关系 并保持贸易平衡 成为欧洲面领到的重要处理事项 欧盟强调不脱钩 但是主张去风险 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创纪录超过40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 势必成为欧洲领导人不可避免的难题 欧洲将巨额逆差归咎于中国对欧洲企业的限制 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地缘政治因素 乌俄战争也让这场对话充满了分歧 双方要达成共识任务是相当的艰巨 而在美国跟中国全面竞争的背景下 中国希望欧洲保持战略自主而非选边站 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课做教授 政策风险咨询公司Policy Sonar的创办人加列蒂表示 欧洲意识到没有中间地带 欧洲跟美国政策上正在趋同 中国试图要取得到主导的地位 而欧洲既有技术手段 也有政治决心来处理跟中国的关系 正在访问中国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25号在北京跟中国总理李强会面 李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叙利亚 维持国家独立、主权跟领土的完整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叙利亚内政 事实上阿萨德访华不只受到官方高规格的接待 更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博主跟网民的热烈欢迎 这位被控屠杀本国人民而被国际社会制裁的独裁者 被中国人称赞是坚定的反美反西方英雄 美国之音报导 阿萨德21号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北京 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他自2004年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 阿萨德已经跟十几位外国政要一起出席了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 并且游览了这座古城 中国甚至还魄力打开零隐私的正门 让他近似来参观 叙利亚在2011年3月爆发民主抗议活动 后来演变成一场畅达数年的内战 阿萨德的政权因为残酷的镇压反政府示威活动 而遭到大多数的国家孤立 但是中国跟叙利亚的其他主要盟友俄罗斯跟伊朗一样 持续地跟阿萨德保持关系 阿萨德这一趟中国行是他自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 离开叙利亚国土最久的一次 在杭州邻影寺的参观途中 就有中国游客称赞总统夫人林浩美 也得到了中国媒体的镜像报道 在不少民族主义的网民看来 阿萨德并非独裁者 而是一名反美英雄 博主唐哲同学在微博上面写道 阿萨德就是反美英雄 是反霸权的先锋 别看人家是眼科医生 他的骨头比绝大多数的总统 包括日韩都要来得硬 阿萨德访华之际 叙利亚跟中国 在22号签署了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声明指称 中国支持叙利亚政府采取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 稳定发展的政策跟举措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叙利亚内政 破坏叙利亚安全稳定 并呼吁有关国家解除对于叙利亚的制裁 叙利亚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 已经导致了政府控制区发生抗议活动 叙利亚将这一场危机归咎于西方的制裁 以及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领导的战斗人员 在25号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时 阿萨德表示 虽然地理位置相距遥远 但是中国跟叙利亚人民在情感上是亲近的 而这一次的访华之旅 也让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的伟大又谦虚 而中国对于叙利亚的援助 被一些网民看作是对于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博主军武吐槽写道 叙利亚经历了十几年的战火 原有的城镇基本上都被打烂 具备快速重建能力 并且真心实意帮助叙利亚的只有中国 如果叙利亚在中国的帮助下重新恢复生机 这也将是具备战略意义的 美国打烂一个国家 我们修复一个国家 到底谁才是世界和平的定海神圳呢 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驻美记者韩鹏 也在微博上面发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受到中国仪仗对热烈欢迎的阿萨德 另外一张是访问美国时 资深一人站在拜登身边的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韩鹏对比两位领导人受到的不同规格的待遇写道 中国对待叙利亚 美国对待乌克兰 不过也有中国不少网民对于到访的阿萨德表示的批评 一位微博的网民批评道 老子统治叙利亚30年 死了之后传给儿子 再统治20年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封建国家 这里说的是 阿萨德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 从1971年起担任叙利亚总统 直到2000年去世 而他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 紧接着成为了叙利亚的总统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敬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